大家好,我是Lena 这支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包包里有什么 虽然这支影片已经在很早之前就有姑娘说想要看 但是我一直拖到现在才录呢 其实是因为有一点点犹豫要不要录这支 就是即使到现在我正在录这支影片的时候 我也还是在觉得其实这支影片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录给大家看 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期嘛 其实每天背的包包就是书包啦 里边也没有什么可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非常非常寻常的一些东西 但是既然大家想要看呢 那我就还是决定给大家录一下 好了 那大家就当节目看好了 这支影片我其实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也没有什么借鉴的可能 所以只是说大家想要看 那我就录一支好了 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 这就是我每天背的包包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书包 这是Y3的一个包包 我当时买它的时候是这边在打折 所以算下来还很便宜的 因为他们家的东西也是常年在打折嘛 所以原价买的话还挺不划算的 可是我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打对折还是打四折的时候买的 就还挺划算的 而且本身这个单价也不是很贵 但具体多少钱我现在也不太记得 因为买了很久了 我背它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就是它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那它呢就是两边有两个侧兜 然后中间这个材质是一种支线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啊 就是这种毛线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挺奇怪的 其实你看就是全是窟窿眼 但是我下雨天背它的时候也 里面的书也是不会湿的 所以我也觉得挺稀罕的 我觉得还挺好的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这样一个卡子吧 就是这样打开 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抽绳 把它这样打开就可以看到里面了 里面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兜 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袋子 那最大的东西就是我的板子 这个板子就是我会把它分成科目 然后有这种随身贴纸呢把它裁一个小块 然后粘在上面 会标明是每个科目 然后这样分开来 然后去做笔记用的 说到这个本子我还觉得挺搞笑的 我刚来出国的时候呢 就觉得好像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脑子很抽抽 然后就买了好多本子很漂亮 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 所有你叫的作业啊 或者是大家用的笔记本啊 全部都是这种 专门的这种有三个眼的这种 它就是统一格式的 你但买的这种都是可以放在任何文件夹里使用 就是大家交作业什么的也 除了一些打印的一些文件啊 手写的东西都是用这种纸的啊 就是没有用我从国内带来的那种 我们用国内的压线的 或者是那种就是调格很小的 或者是很长调那种 就跟国内的纸的格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甚至有些老师呢 是会做出要求的 是一定要用这种格式的纸张来交作业的 所以那几个本子我带来之后 就一直没有机会用到啊 就还当时就觉得自己这个举动 就是有一点点的搞笑 好像当初买这个本的意思 感觉好像是我去了一个 就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似的 就还想的有点多 反正有点多余吧 那个本买的 再来就是我的一个笔袋 这个笔袋也是一个小老虎的样子 它本身是有两个胡须的 然后被我给拽了 它也是跟我很多年了 我非常喜欢这个笔袋 它很柔软可以塞很多东西 然后呢因为这个颜色也是比较耐脏的 对 然后它是一个拉链里面 就是放了我各种的笔 有铅笔啊中性笔啊这种 可以做笔标记的这种 然后还有各种带颜色的 比如绿的啊粉啊什么 我就不一一说了哈 就是方便做笔记用的 好再来就是我的热水壶 嗯 因为就是我还是喜欢喝热水 嗯 但是因为国外这边 它不提供热水嘛 一般都是凉水啊或者是饮料之类的吧 所以我想喝热水的话就一定要自己带这种保暖瓶 这个是我在亚马逊上买的 他们家是专门做暖水壶的 它的保温效果非常好 虽然说长得丑了一点 但是呢 嗯 保温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 嗯 我很喜欢 再来就是一些吃的东西 因为我的课大多都是在晚上 嗯 六点多到九点这个期间吧 所以就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 有时候上课期间 上课之前呢来不及吃东西 我就需要带一些这种小的零食 就是以防上课期间比如说饿啊什么的 没有机会去买吃的就拿这个稍微的变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就 我不是每天都带这两个 就是随便看家里有什么 就拿些什么放在包包里 然后呢就是这个袋子里面的东西 这个袋子是可以拆下来的 它有这个拉链 里面呢我放了一些 这个 嗯 清清口气的这个薄荷糖 嗯 是滤溅的 无糖薄荷糖 我快吃完了 吃完的话我会把它留下来 想要放 年迁 然后随身携带那种 嗯 比较好 然后呢就是一个 欧书丹的 玫瑰的吧 对玫瑰的润唇 护手霜 像秋冬了嘛 那在 比如说是学校 洗完手啊 什么的 就是即使需要用这个护手霜 来滋润我们的 双手 接下来就是两个卡 我没有带钱包 因为我觉得就是 也不太用得到吧 那么多东西 主要最重要的就是两个 一个学生ID 一个就是银行卡 因为我在学校里的话 学生ID是肯定要的嘛 那比如说你出入图书馆啊 或者是一些 呃 那个叫什么 自动贩售机上面 买东西的时候 也是需要用学生卡来刷的 当然学生卡里面 你是要自己充钱的 嗯 对 然后 呃 或者是办理一些什么 相关的业务啊 什么之类的 信息 呃 手续什么的 都是需要用到学生卡的 所以说在校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学生卡的 然后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银行卡 银行卡 其实我用到的机会不是很多 但是以防外衣嘛 我没有带什么现金在身上 因为基本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可以刷卡的 然后就是我的钥匙 就很简单 一个家门钥匙 一个邮箱钥匙 非常简单 然后这个是当时 嗯 iPhone的时候 搓那个 插卡的那个样子 我又把它留着了 这个是在当时迪士尼的时候买的 觉得还挺好看的 也很简单 所以就买了 用了也挺久的了 嗯 质量还不错 这个大兜里的东西就说完了 然后这是两个侧兜 这个侧兜里面呢 我只放了一个耳机 随身携带的一个耳机 就是我比如说在图书馆 想要 哦 对 我平时还是会带着电脑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电脑正在给大家录视频 所以我就 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了 但是我平时包包里是会放电脑的 所以我 背那种单肩包是不太方便的 因为太沉了 加了电脑 再加就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的话 长时间呢 我的肩膀会受不了 有点痛 所以我还是最后还是拿这种双肩包 而且在国外来说 上学的人 学生大多都是背的双肩包 对 双肩包我想起我当时好像刚刚高中毕业那个时候 我就感觉好像终于不需要背双肩包了 我非常开心的在国内买那个自己很喜欢的单肩包 结果 来了之后我大概坚持了一个月之后 我实在扛不住了 因为就是要背很多书啊 很多本子啊 然后 呃 又要背电脑啊 就单肩包啊 我就实在是真的是扛不住啊 啊 最后没有办法我就还是买了双肩包 所以就一直被双肩包到现在 我也很少背双肩包 除了可能偶尔出去跟朋友约会啊 或逛街之类的才会吧 啊 对这个耳机就是为了这样 比如说我要在图书馆的话 啊 学习之语想听个歌啊 然后看个电影之类的 不能打扰到其他人 所以就需要插上耳机来看 好 最后就是这一个袋子了 这一个袋子里面我装一些化妆洞 就是彩妆品吧 一个是眉笔 呃 就是如果说我在需要待的时间太久的话 有时候可能眉毛的尾端会脱妆吧 就是那个边角不是那么的明显的时候呢 就需要用这个眉笔稍微的补一下 再来就是一个粉笔 呃 这应该叫蜜粉笔 是焦蓝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个小粉笔也是蛮好用的 里面是这样一个粉笔 就是蜜粉笔 它是没有遮盖力的 就是味道很香 我只是用它来 呃 偶尔去出个油啊什么的 吸一下 然后补个妆之类的 呃 或者是看一下我的眼线有没有晕啊 或睫毛没有晕啊之类的 就是用它看一下 再来就是唇膏 润唇膏是一定会戴的 这个是叫什么呀 日本的一个牌子好像是 就是叫这个牌子 我晚上会打在屏幕上吧 这个 我是觉得它的设计还蛮好的 就这样一点它就上来了 我一定要用完了 就是这一点点了 就推上来就把它盖住 设计蛮好的 很方便使用 但是呢 它的使用感我不是很喜欢 我就觉得它 它 其实在擦上嘴的那一瞬间 你觉得还蛮滋润的 可是就是有点 不能够深层滋润 就只是那个润度 只是停留在嘴唇的表面上 嗯 我也 我不知道这样表达大家能不能理解哈 就是说 用完它之后呢 等它吸收完之后 你的嘴巴还是那么大 就没有什么改善 呃 似乎只是滋润一下你的嘴唇的表层而已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它 但是因为它也不便宜嘛 挺贵的 所以我还是坚持把它给用完了 然后用完之后肯定是不会回购 那护唇膏是一定会带置在书包里的 再来就是说 呃 唇膏 呃 这个唇膏的话呢 就依照当天我妆容的 所使用的唇膏的颜色来定 所以不一定是这一支 偶尔呢 不带这种的也可能 因为我也不是每天化妆 嗯 可能就是会带这个Dior的变色唇膏 这个话因为它非常自然嘛 它会根据你嘴唇的颜色来变出不同的颜色 嗯 就可以给你提一个气色吧 非常的实用 对 然后又很滋润 包包里所有的东西就说完了 挺无聊的 看它这个视频我也觉得 嗯 大家就 随意看看好了啊 嗯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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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